创意发想动机 本研究小组统整出了三大对于本产品的发想动机 一、鸡蛋价格起伏不定 2022年全台阴晴流感、低温等多重因素 爆发了大规模的蛋黄 价格创下了20年来的新高纪录 二、减碳趋势 国人摄取动物性食品的排放量 约占全台总排放量的13% 而近年来肉、蛋、奶消费量却不减反增 三、友善饮食 在日常食品里添加鹰嘴豆 可降低罹患某些癌症的风险哦 本研究小组使用鹰嘴豆来代替蛋白 制作出无蛋的棉花糖 让蛋类过敏者也能安心食用 创意研发理念 本小组使用鹰嘴豆取代蛋白 苹果胶取代吉利丁 制作出天然无蛋棉花糖 鹰嘴豆汁制作 我们先将350克的鹰嘴豆汁加水 加盖大火制滚 再利用中小火煮两小时 而熬煮后的鹰嘴豆汁过滤后 倒回锅中中小火收汁10分钟 放凉后呈现为凝固状即可 苹果果胶制作 我们先将两克的苹果切成薄片 将水盖过苹果片煮一小时 煮后的苹果、果肉与果皮会分离 果肉成软烂状 再利用过滤带将果泥滤出汁 将滤出的汁倒回锅中 加入柠檬汁、冰糖煮至浓缩 倒回容器中 冷却后呈现凝固状即可 鹰嘴豆棉花糖制作 将熬煮好后的鹰嘴豆汁倒入搅拌器中 加入砂糖 打发至丸钩状 将砂糖、水煮至110度后 加入吉利丁 将糖浆冲入 搅拌后再加入苹果胶 抵出造型 外表撒上玉米淀粉 室温静置30分钟 鹰嘴豆总共有四大优点 1.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2. 有优质的碳水 3. 能够控制血糖以及体重 4. 能够预防慢性疾病哦 鹰嘴豆汁萃取方式比较 本研究小组共实验了三次 本组实验已使用水煮法及大火收汁 过滤的鹰嘴豆汁 最为浓稠和清澈 相似于蛋白的质地 苹果果胶总共有四大优点 1. 能够增强免疫力 2. 促进肠道的蠕动 3. 具有斟酬凝胶化的特性 4. 能够稳定乳化 苹果果胶萃取方式比较 本研究小组共实验了三次 本组实验已苹果泥熬煮 过滤、收汁以及冷藏过后的果胶状况 浓度最为浓稠并且成胶状 能够取代吉利丁 产品特性 1. 使用鹰嘴豆代替蛋白 2. 使用苹果胶取代吉利丁 成分天然 3. 碳排放量较低 4. 无蛋棉花糖不受市场蛋价影响 5. 无蛋棉花糖含菌量较低 6. 软磷子过敏者也能放心食用 Logo设计 我们的主轴主要是强调利用天然 无害的原型食物 以及结合环保议题作为Logo的发想设计 使用0%的苹果果胶取代 外观可成型 成品有弹性 使用50%的苹果果胶取代 外观可成型 就纯较容易塌陷 使用30%的苹果果胶取代 外观可成型 外形与原配方成品相似 实验结果 最终我们使用了100%的鹰嘴豆取代蛋白 30%的苹果胶取代吉利丁 本研究小组共实验了5次不同的天然胶质取代 其中第5次使用30%的苹果胶做出的棉花糖 整体口感将相似于市售棉花糖 本小组总共访谈了两间店家 以下是本组统整书的四项访谈回馈 问卷调查结论 有85%的受访者喜欢本产品的logo及包装 有82%的受访者喜欢本产品整体风味 有80%的受访者愿意购买本产品 推荐给亲朋好友 有61.5%的受访者知道鹰嘴豆可替代蛋白 有69.2%的受访者知道苹果中有胶质 未来发展 一.产权合作 二.提升鹰嘴豆丑蔬果的运用 三.延伸更多的天然产品 四.行销上可多做推广 未来改善 一.操作环境的湿度温度对整体口感有影响 二.受限于设备与器材 产品未经检验可在前往专业检验厂做评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 打赏支持 镬wh à同楼 感谢观看